各位朋友大家好 托以往的诸多的影视剧的福 很多人对唐高宗理智的印象呢 就是一个昏溃无能 怯懦胆小 而且又怕老婆的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帝王 北宋的司马光甚至是送他以昏诺二字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对李智暴雨同情 说他呢也很不幸 主要是因为他活在了一个巨人的阴影之下 这个巨人就是他的父亲伟大的李世民 大家知不知道 比活在一个巨人的阴影之下更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是活在两个巨人的阴影之下 而比活在两个巨人阴影之下更痛苦的 是其中的一个巨人 还是自己的妻子 高宗理智呢 就像是两座高山中间的一脉小溪 左右顾盼都是高山仰旨 高不可盼 活在父亲李世民的阴影之下 尚可以说是有情可原 但是活在自己的皇后武则天的阴影之下 作为一个皇帝居然成了一个皇后的背景版 这一点就太没面了 一说到和武则天对比 很多的影视剧 还有一些历史讲座 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高宗时期的废后事件 这个废后事件并不是指废以前的王皇后 而是在永辉年间废当时的武皇后 据新唐书记载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呢 宫内的太监王福盛进宫向康高宗禀报 说武皇后与被他请来的一位道士叫郭处贞的在一起行艳圣之术 什么叫艳圣之术啊 这个呢 我以前也讲过 艳圣 指的就是艳而圣之 意思呢 就是我讨厌你 所以我就诅咒死你 算是古代巫蛊之术的一种 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大概意思呢 就像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 画一个小人 然后在他身上写个字 然后拿个针什么的 不断的刺来刺去 口中呢 还念念有词 说什么扎死你呀 扎死你呀 反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据说这样做呢 就会使自己恨的人遭遇厄运 在中国古代啊 据说有一些工匠啊 他们在建房子的时候呢 如果过程中受到了屋主的刁难啊 或者是苛扣工资啊等等 他们也会在盖房过程中 在房子的一些隐秘的地方放一些艳圣之物 这样的话 据说就能给将来的主人带来厄运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里呢 经常有人行这种艳圣之术 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巫蛊之乱 当时太子和皇后魏子夫都因此丧了命 艳圣之术呢 也因为简单一行方便快捷 受到了很多殷毛家的热爱 高宗知道以后呢 就非常生气 就把当时的宰相上官仪叫了进来 问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上官仪呢 就说 武后专权天下公愤 你应该把他给废了 唐高宗一听 嗯 正合我意 那就麻烦你写一份废后诏书 正在这时候得到消息的武则天就赶了过来 哐哐哐一番话 说的唐高宗上官仪是无言以对 老婆发火了 理智是非常害怕 于是就跟武则天说 说的这不是我的意思 这一切都是上官仪教我的 由此 上官仪和武则天就算是结下了仇 没过多久 许静踪就举报上官仪、王夫胜以及前费太子李忠一起意图谋反 最后上官仪被灭门 女眷被送入夜庭为奴 其中她的儿媳正是 怀中还有一个尚在强宝中的小女孩 她就是后来的上官婉儿 这个故事反映出了唐高宗理智性格上的很多弱点 比如说 婚聩 别人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自己是毫无主见 其次呢 是怯懦 看到武则天气势汹汹的闯进来 心里头就害怕了 已经决定的事就改变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毫无担当 出了事儿了 就知道把责任推给自己的臣子上官仪 具有这么多弱点的人呢 实在是不适于做一个皇帝 应该让唐高宗理智去找一份更加体面的工作 可是问题是 真的有这回事吗 如果真有的话 那事情的真相是不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 那有人会说了 当然是真的 这件事情出自于正式新唐书 那么咱们先不说新唐书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是否正确 咱们先说说他在另外一件关于武则天的事情上的记载 就是关于武则天杀死自己的小女儿的那段记载 据新唐书记载 武则天刚生了一个小女儿 王皇后就特意过来探望 看到了这个小女孩 然后抱抱 哄哄 然后放下以后 王皇后就走了 再后来就是武则天入场 见四下无人 就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再后来就是唐高宗理智来了 武则天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然后似乎是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死了 所以就问身边的侍女说刚才谁来过 旁边的人就说是王皇后来过 于是武则天就说是王皇后杀死了我的女儿 唐高宗理智也相信了 由此对王皇后的印象大改 最后是决定废了王皇后 新唐书把这段经历刻画的是栩栩如生 但同时也是漏洞百出 王皇后怎么可能就一个人来 而且武则天这里居然没有人迎接 没有人陪同 武则天也可以不在 王皇后来之前也没有任何通知 感觉上就像隔壁的某个村的某位大婶去某位二婶家串门 二婶呢又不在家 大婶就顺便拔了一根葱 掰了一头蒜 然后就回家了 什么宫廷礼仪在这里都是不存在的 而更有意思的是呢 在早期的史料 唐慧耀中 对武则天这位小女儿的死描述的非常的简单 只是说这个小女孩抱足 武则天呢说是王皇后所害 唐高宗就相信了 就这么简单 从唐慧耀的一句话到新唐书中的刻画入微的描写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在历史学上叫层垒的历史学 指的就是呢 原始的历史数据呢非常的少 但是到后来却被一层层垒加的越来越多 说白了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些事呢 一传十 十传百 最后这件事情传的已经是面目全非 再到后来一向勤勉的司马光可能是砸钢砸的两臂酸麻 所以呢 就偷懒了一把 全部照抄了新唐书中的这段记载 以至于后世的很多明清小说啊演绎啊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重新分析这件事就能发现很多疑点 应该说这位小公主就是自然死亡 是属于婴儿妻暴族 并不是武则天所杀 具体这方面的论证呢 我在以前的一期视频节目中有过非常详细的介绍 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看一下 别的不说啊至少在当时唐朝来说 大部分人是不相信武则天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的 像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徐敬叶造反 罗宾王写的那篇《快智人口的陶武诏席》中 隶属了武则天的种种罪状 甚至说武则天杀死自己的母亲 毒死了李治 但是呢唯独没有提他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见在当时来说 很多人都不认同这种说法 所以啊由新唐书对这件事情的记载 就让我们有理由怀疑新唐书在对武则天的一些记载上过于主观 新唐书大家都知道是北宋的欧阳修编撰的 他是为了弥补旧唐书中的一些不足 旧唐书呢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进 由当时的皇帝石敬唐下朝命人编撰的 旧唐书对于唐代历史记载的原则呢 就是只要他们能够找到以前原始的资料 他们就全部的照搬 如果找不到的话 比如说到了晚唐时期 因为战乱很多资料都遗失了 这样的话他们才开始编撰一些 所以啊旧唐书虽然说缺乏了一些系统性 但是呢他选取的一些资料都是非常的正统 他基本上不选用那些民间的笔记呀 或者那些非正规渠道的史学著作 新唐书则不同 新唐书的主要编撰者是欧阳修 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满府经伦满府的文章锦绣 这些东西如果不拿出来晒一晒的话 容易在肚里嗷肥 所以呢新唐书是用词考究优美 史料的覆盖面也很广 但是呢 因为他选用了很多民间的笔记或者是非官方的史书 所以呢 也有一些后世的学者在评价新唐书的时候 说他着重于文字而忽略了考证 而且呢 作者的正统思想非常的强烈 这样就使得他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带有强烈的个人意愿 咱们再回到刚才说的废后事件 在旧唐书中是没有对这件事情的记载的 新唐书的这段记载呢 是来自于一本笔记小说集叫《大唐新语》 作者是一个在唐素宗时期 在一个县里做主部的一个叫刘素的人 撰写的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距离这个事件发生过去了一百多年 这本书并不是什么正经的史书 里面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八卦内容 所以旧唐书是没有采用他这本书的内容 新唐书却把它收录进来 而且还删去了旧唐书中关于上官仪 颇适财任世故为当代所度的这句话 这段记载呢不光是来源令人起疑 而且呢 他的内容也是漏洞百出 比如说说武则天行验圣之术 武则天那时候已经是贵为皇后 在后宫他已经没有了敌手 他要去验圣谁 唯一比他地位高的就是唐高宗李治 难道他是想诅咒李治死 且不说二人的夫妻感情一向不错 即使是不好武则天在当时远没有取而代之的实力和声望 再者说如果他想让李治死 肯定是因为李治把他压制的非常难受 那么如果李治真的压制他很厉害的话 又何谈武后专权地不堪忍受呢 这个在逻辑上是相互矛盾的 再有这个验圣事件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叫郭行真 是那个道士 而据更早的史书记载 郭行真这个道士呢 在这件事情之前的一年 已经被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给流放到了爱州 爱州是哪儿 就是现在的越南境内 而且还明令当地的地方官员 不可以让他离开陷阱 为什么流放他呢 很简单 当时是李治武则天的儿子李洪生病 后来就请了这个郭行真来治病 这个郭行真实际上就是一个骗钱的道士 后来李治和武则天识破了他的嘴脸 就把他流放了 所以他也是不可能在一年以后又回到了长安 重新赢得了武则天的信任 和武则天一起行验圣之术的 新唐书在记载完这件事以后呢 还得出一个结论 说由是天下之政归于后 而帝拱手已 就是说从那以后权力就归到了皇后手里 皇帝呢只能是拱拱手而已 我想这可能是新唐书最想说出来的话 因为除此以外 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 再也找不到任何武则天和李治之间关系不好 发生争执的记载 退一万步说 即使是真有此事 也可能是另外一番解读 是李治后来洞察到了上官夷 以及王福胜的所图以后 撤销了对武则天的处分 因为上官夷和王福胜 二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是什么呢 他们都曾经任职于前废太子李中的太子府 分别是幕僚和内侍 很可能是上官夷一方面不能接受女子参政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搞倒了武则天 那么武则天的儿子 当时的太子李洪就要让出太子之位 而武则天其他的几个儿子 当然也不能继任太子 那么太子会轮到谁的头上呢 唐高宗还有另外四个儿子 其中一个最大的呢 就是前废太子李中 还有一个叫李尚杰的 特别不受唐高宗的喜爱 另外两个儿子 一个早已病逝 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萧淑妃的儿子李肃杰 所以如果武则天的四个儿子退出太子之争 那么很有可能登上太子之位的 就是前废太子李中 当然了后来许静宗举报上官怡和王福胜 与废太子李中私通谋反的事情呢 很有可能也是诬告 倒没有什么直接的理由 不过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出自于许静宗的手笔 所以很有可能是诬告 那么当时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 在当时的唐朝的政治生活中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唐高宗李治对武则天的感情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 这点呢 不用多做解释 看看李治为武则天做的那些事情 那些冒天下之大不伪的事情 就可以了解了 那么是不是像很多人眼里的那样 武则天步步紧逼 李治是步步退让 以至于大权旁落于武则天之手的这种局面呢 从历史记载上来看李治确实经历了一段大权旁落的时期 但是并不是旁落于武则天 而是旁落于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一直认为是自己扶着李治登基的 而且他本人又是太宗时期的第一重臣 又是李治的脱姑大臣之手 所以在高宗登基以后他就开始膨胀了 他曾经在在他长安的豪宅宴请宾客的时候呢 问大家说你们认为我与岳国公相比如何 岳国公指的是隋朝时期的岳国公杨肃 杨广登基杨肃是居功至伟 杨肃以前最早是杨勇的人 后来暗地里加入了杨广阵营 帮助杨广最终登基 杨肃的功劳说起来比长孙无忌那要打得太多了 可是众人见长孙无忌这么问 就只能奉承到说您的功劳可比岳国公 你们二人没有什么分别 长孙无忌怎么说呢 长孙无忌说我和杨肃还是有区别的 他到高位的时候已经年老 而我现在还很年轻 由于长孙无忌在朝中耕耘日久 所以他的关系是盘根错节 朝政基本上被他一手把握 李治刚登基的时候 可能是年龄尚幼 所以凡事他也都让他这个舅舅为他拿主意 一直到了永辉三年的夏天 这个夏天 李治和当时的武昭仪以及楚隋梁等一干大臣 离开了长安 到了一个叫万年宫的地方去避暑 万年宫是建于半山腰 所以夏天非常的凉快 可是在这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雨 继而山洪爆发 守夜的士兵们看到山洪下来了以后 就纷纷逃跑 这时候有一位将军就站出来 说我们是守卫士兵 皇帝处于危机之中 我们怎能自己逃命 于是这位将军就爬到了宫殿上的一个高杆之上 向宫内呼喊 因为他是负责宫外的保卫工作 所以不能进入皇宫 他就只能爬到高杆上向内大声喊叫 后来高宗他们听见他呼叫以后 才知道发生了怎么回事 于是大家纷纷都转移到了高处 避开了这场灾难 山洪过后 唐高宗李治清点伤亡人数 发现死了三千多人 高宗李治非常欣赏这位将军的忠勇 特意赏赐给他了一匹骏马 这个将军的名字在后来是越来越响亮 他叫薛仁贵 经过这件事以后 也许是唐高宗李治看到了世事无常 生死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他再次临朝的时候态度大变 他变得更富有进取性 变得更想在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呢收效甚微 当时的朝堂已经被长孙无忌牢牢的掌控住了 已经到了万马齐音的状态 就是没有人说话 大家只说好不说不好 所以李治就需要找另外一个突破点 最后他选择了后宫 在后宫中长孙无忌支持的是王皇后 因为长孙无忌和王皇后都属于官鲁集团的代表 所以李治决意废后并不是单纯从感情方面考虑 更多的是一场政治上的角逐 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动摇长孙无忌的权力结构 因为毕竟后宫是长孙无忌的一个薄弱点 而废后的事呢是关系到李治自己的老婆 所以呢李治呢有更多的发言权 长孙无忌总不能说我比你更了解你老婆吧 那这样说的话肯定是找到 而李治找到的最好的帮手就是当时的武昭仪武则天 具体的过程呢在我以前那一期视频节目中已经有了介绍 在这里呢就不赘述了 最后王皇后被废 武则天在这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判断力 韧劲以及狠辣都成了唐高宗李治一个很大的助力 可以说是夫妻二人联手对关隆集团展开的一次大清算 在这一过程中武则天无疑是冲在了最前面 而李治是坐在了后面 因为他不能背负一个杀顾命大臣杀自己亲舅舅的罪名 最后是长孙无忌被逼自杀 关隆集团的势力破灭 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相互争夺以后 皇权终于最终战胜了项权 而且从此以后项权再也没有能够凌驾于皇权之上 所以说呀 这应该是李治和武则天夫妻二人联手击败了外患 而保证自己家庭平安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后来是不是武则天的权力越来越大 竟然凌驾于唐高宗李治之上呢 唐高宗李治后来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大家知道他有风级 严重的时候目不能是 所以朝中的很多事情他都不能够亲自去处理 这时候对于他来说有三个选择 第一是把这些政事交给太子去做 第二是交给大臣去做 第三是交给自己的老婆去做 交给太子 那他就等着做太上皇吧 交给大臣 那这样的历史教训就更多了 所以最妥贴的方法是交给自己的老婆 一来是他相信武则天有这个能力 二来他也知道朝中的很多大臣不买武则天的账 就因为武则天他是一个女人 女人参政即使是在唐朝来说 也是很多人身上的一块逆鳞 而且李治并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武则天来做 他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由大臣辅政 太子监国 武后参与的这么一个三足鼎立的方式 而他居中左右调停 除此以外啊 唐高宗李治还牢牢掌握了宰相的任免权 即使是在高宗和武则天所谓的双胜时期 就是唐高宗自称是天皇 武皇后呢自称是天后 这就是所谓的双胜时期 顺便说一下 这个双胜时期并不是他们二人的首创 实际上在隋朝的时候 隋文帝扬间和他的独孤皇后 两个人就是有一段双胜时期 两个人也被称为双胜 唐高宗时期任命的宰相 比如说流人鬼 在白江口大战中跟大家介绍过 这是白江口大战时的中方的主将 后来成了唐高宗的宰相 流人鬼和武则天的追随者刘义甫 就是以前说过的那个笑里藏刀刘义甫 这两个人是死对头 武则天能坐上皇后之位 刘义甫是出了很大的力气 但是刘义甫后来却是被流放 死在了外面 而刘义甫的对头之一刘人鬼却是在庙堂之上处于宰相的高位 由此就可以看出武则天当时并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把持朝政 如果真的把持的话 怎么可能让刘人鬼刘而让刘义甫走呢 另外在将领中得到唐高宗信任的 比如说以前说过的裴行俭 这个呢是一个公然的反武派 当年被贬出京 就是因为他反对武则天做皇后 他再回到京师的时候却得到了唐高宗的重用 那时候也是二圣临朝时期 再比如还有一位重要的军方将领叫王芳义 这个人正是王皇后的族兄 武则天一直想除掉他 但是呢他也做不到 所谓的武则天专权的二圣临朝时期 大部分是武则天唯唯诺诺奉旨行事 而唐高宗李治是那个做决策的人 两个人之间不仅没有什么不睦的记载 相反还是配合的非常默契 武则天也非常的支持李治 做了很多李治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李治提倡节俭 武则天就把皇后的十三者群改成了五者群 李治呢鼓励农丧 武则天就恢复了被当年王皇后停止的亲丧礼 李治呢反对外妻专权 武则天就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叫外妻戒 而且在唐高宗执政期间 武士子弟没有一个人在朝中担任要员 即使是他武士家族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 叫武思源 这个人呢能文能武 而且屡历战功 但最后这个人也是在一个小县令的位置上 那么平凡的死去 所以说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当时唐朝政坛的位置呢 更像是我们现在的董事长与CEO 唐高宗做决策把握方向 而具体执行就交给了武则天 在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人口大量的增加 百姓的生活建区富足 虽然说也是四处征战 灭了西突厥、百计和高沟利 完成了很多唐太宗李世宁没有完成的事业 虽然经历很多战事 但是呢经济上的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唐朝的疆域呢也达到了1251平方公里 从这些角度来看 当初唐太宗李世民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呢也有人会说 就是因为李治让武则天慢慢的做大 最后竟然改了国号 差点断送了李世王朝 这点呢我觉得倒不能责备李治 李治驾崩的时候呢已经是50多岁 而武则天匹他的年龄还要大 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 武则天应该也是命不久矣 李治万万没有想到武则天居然活了80多岁 他可能想武则天干几年 然后孩子长大了就能把皇位顺利的传给自己的儿子 他第一没有想到武则天能够活这么久 第二呢他也没有想到武则天居然想要当女皇帝 这也不能怪他没有想到因为在之前历史上就没有女皇帝 你让他怎么可能会预料得到 李治临死的时候说军国大事不决的时候要由武皇后裁定 李治之所以这么放心 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并不担心武则天的外妻势力做大 因为武则天和他娘家人的关系非常的不好 这一点李治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相信当时李治是经过了再三权衡以后 才决定把权力交到了武则天的手里 而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是他完全无法预料到的 唐高宗李治最终是死在了武则天的怀里 这对经历无数政坛风雨的夫妻 终其一生并没有因为权力而使得夫妻反目彼此成仇 这或许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最大的幸运 至于武则天之后所做的那些事情和中国历代的君王一样 又有多少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 还有多少是自己被迫为之的 这谁又说得清呢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